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水稻农人 男女老少都有 他们透过120天的课程 在宜兰原山乡的水稻田实际耕作 学习每个过程 这已经是宜兰社区大学举办第五届的梦想新农水稻班 找来了友善耕作的前辈和专家实地教学 提供给新农夫们进入绿色农业的管道 课程内容包括了友善耕作实作和理论 产销合作方面 食品加工以及参访农场等等都有 而这一期的水稻班 从头到尾一直陪伴大家 指导大家的人 就是78岁的陈荣昌阿公 他是农村界的移动图书馆 将古法耕作的智慧 以无农药无化肥的方式 耐心又细心地传承给新农们 有阿公在的地方 大家都很安心 今天要毕业了 最开心的莫过于来自各地的学生 大米这天以米米之音 农村广播身份坐在台下 很好奇他们为什么想来学种田呢 而这个过程又学到了什么 赶紧来听听精彩的毕业生致辞吧 第一位是32岁的 技兰茧娜方子为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心得是 很多人说做农业很辛苦 那我觉得没有一个产业是不辛苦的 重点是我返回来在种农业之后 我觉得其实农业是很有趣的 可是过去的人 不会跟我们讲农业是有趣的 他只会讲很辛苦 你年轻人去城市打拼 那有出头天这样 可是返回来我觉得 我们到了农天之后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是大部分年轻人都不会做的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 去接触到农业 把这种田有趣的过程再分享出来 而且重点是大家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讨论 再重新再经验 再讨论的过程 然后中间会有一很多的发想 未来的这个农业的发展 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重点是他的这个 我们在生活之中的这些体会这样子 接着这一位 是班上年纪最长的66岁的朱正山先生 其实我很小 从小就喜欢种植 因为我听到一句话 说种植就好像上帝一样 可以壮造生命 我听了很感动 所以说从小就一直很喜欢种 那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工商发展的关系 所以说一直都没有重新农业这个行业 我62岁 从本业退休之后 身体像这样子很健壮 想说那就来从事农业 要去找有关农业的工作 人家一听到说 你没有经验没有做过 人家都不要了 虽然基本工资一千一一千二一天 人家也不要钱你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宜蘭县劳工处 有替我们想到这些年纪大的 就业的问题 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 所以我现在出去 你要问有没有经营 有没有做过 都有做过 尤其我现在是 县农卫师傅团的团员 到处去帮忙到处去做 所以说经验是越来越累积 我自己本身也有一块800多坪的农地 这几十年来 那农地都放在那边杂草 有一点甚至还被县补要开罚单 说这个工华帮长得太高 那现在来到这边 经过陈老师这样子教导之后 能让我去回复到 几十年前的农业的工作方法 我觉得非常感动 一样一样都回到我的记忆这边来 让我这个退休的年纪之后 还有一个工作可以这样来做 这非常谢谢 谢谢大家 还有第三位毕业生致辞 他是邱德超 绰号是巧克力 他也是一个摄影师 他为大家拍了很多精彩的照片 而且总是很勤奋地做笔记 努力学习当个农夫 而难得要站在大家面前发表演说 他显得很紧张很紧张 刚才有同学说 各行各业都很辛苦 务弄也很辛苦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 什么是乐在工作 如果这件事情是你很投入 很喜欢的 你绝对不会觉得它辛苦 哪怕是汗流加倍 就像我前几天 就在晒谷晒到黑脱皮了 可是在晒谷的当下 其实你会忘记天气很炎热 你的脑子只会想到说 我几分钟要去翻一次 这个骨会不会被炒熟了 会不会被炒焦了 就是你的脑子就好像 这些骨子就好像是你的小宝宝 或是你的小孩子 或是你在种的一个植物一样 你就会一直去关照它 一直去呵护它 待会第二段节目 还有水稻般的灵魂人物陈娜公 他也来说说看他的心得 走读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宜兰市有一条路 叫做神农路 今天要来带大家感受一下 农味十足的旅程 说起这条神农路上 有一座历史将近150年的五谷庙 供奉着神农大地 而这条路也的确将农民 和土地的关系串联得非常紧密 1950年到1960年代 是台湾粮食业务发展的高峰 而宜兰是粮食的主要生产基地 所以当时台湾省政府粮食局 就在神农路上 特地兴建了宜兰宿舍 让粮食局员工和家属有个安家之处 所以这里有一栋将近60年的老建筑 算是见证了台湾粮食业务的发展轨迹 有一位曾经住在这栋宿舍的邱阿姨 她回忆 当她18岁那年 随着在粮食局上班的父亲 住到这里面来 一家人 看着这栋当年算是很新型式的水泥屋建筑 心里头有股幸福还有安全感 今年已经78岁的邱阿姨 对于当年生活的一些景象 也还记忆犹新 我们小的时候 然后串鲍 串鲍 串鲍就是炸猪油的那个炸 对 其实很香 现在你们都没有了 那个串鲍鲍 他有一点油分 就这样 这样也是一道菜 但那个年头真的是这样 那我念诗的时候 哇 那很辛苦耶 走路走到哪里中去 从街上走路走到哪里中去 然后轮到你职日 要晚一点回家 那时候产生苗子 你们还会呢 但那时候有那个炸癲 那时候人还会双盘 收 收 收 experien 我说以前搞命 那ая有阿姨 面对那张 然后鲍鲍鲍鲍鱼 尤其是风大程 你就不会说 那做声音 其实大米曾经走过逐围 也的确听过这一类的声音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方面印象 很逼真 很有司马中原爷爷讲鬼故事的feel 不过今天已经是60年后 神农路上早就没有这些逐围了 而变成了非常热闹的街市 但是这栋宿舍建筑群一直都被保留下来 最近宜兰县文化局把它变身成 可以吸引国际游客和背包客的神农青社 现在来这里可以看到房子原始的样貌哦 像是老花砖啊木屋顶古董家具 一些很怀旧的民国武林年代的气氛 二楼的餐厅 选用了在地农友用心栽种的食材入菜 还有米酒特调的饮品 叶帽子听到这里眼睛应该会亮起来 这是很有特色的宜兰夜生活的地方 宜兰市的这条神农路总长差1.1公里 除了有五谷庙 还有日志时代的宜兰农校 也就是现在的宜兰大学 循着神农路直直走不用转弯 神农路再来近市路再来惠民路 一路向西南方往山的方向 就会越来越靠近原山乡 正是现在小农社群最活跃的深沟村 和内城村等等 食农教育的最佳场域都在这里 所以下回你到宜兰 不妨来一趟神农路探索之旅 你正在收听的是青农市集 我是大米 刚刚节目一开始 我们报导了宜兰社大举办的第五届梦想新农水稻班 结业室上有三位毕业生很感性又精彩的致辞 大家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对陈荣昌阿公 这位老师的谢意和敬意 这位资深稻农 他历经台湾三个农业时期 从自然无独到农业时代 再到现今的友善工作时代 他呢总是以身作则 既严谨又亲和 今年已经78岁的阿公 越走越勇敢 大米呢最爱抓着阿公问东问西了 所以毕业典礼这一天 我也趁着阿公跟毕业生们致辞之后的一个小空档 抓着阿公 请阿公谈一谈这一起水稻班教学的心得 阿公你刚才一开店 大家都感觉说 阿公哪里这么处比这么幽默 一开店就说 学完今年有三项都没发生 你再给我强调一下 你说那三项 你说那是什么原因 那就是说 今年的学院 大家都心里真的有准备 这个健康部分 跟这个安全部分 大家都有特别家在注意 有叫我们来反腐跟我们来做 但是我们反腐的工作 他们都做到 都没发生 就是说这个小受伤 也就是说这个甘霸 也就是说刚才说这个乌刷 这个丢刷 警导什么 救援上 都没有发生 以前有发生这些是吗 以前这些小切店是都有 有的我手就会挂箱 我的脚就会吃到 还有的是 来的时候 就不要留餐 不要留餐 反正我们就会挂箱 就让我挂箱 我当时已经挂箱 我已经挂箱到这样 因为有可能有这个现象 是这样喔 阿公第五档 你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 你挂这些新农民 挂四五档了 今天穿节夜 都要在说 希望结束有更多人来挂 我们一直以为无人的人的准备 尽做准备 和无人的尊严 把我们土地健康找回来 说你自己在想你的身体 我也都感觉你怎么有这么好的体验 你怎么这么有心 你自己会怎么想 想说你七十八岁了 你做这一项事 你是怎么勾勒你自己的 过去就是说我们这个人 一直做 做到没有一句话 包括我自己的准备 也许没有接受到 我们这个農業的工作 都像水人去母星 去找厚楼去生华 那时我就真正怨疼 怨疼说我一心打拼 我这个行业 这个餐地 我们在建地的餐地 后面也许无人的人来做 无人的人来做 那时候吃饭也完蛋了 我认为我们站在台湾 我们去人事做产的農業 或是做到现在这么失败 或是无人来做 所以我认为我就很烦恼 后来就是说 用我们这个改善 我们政策管理的方法 不要用農油 不要用化学的东西 那时候我比较多安心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说我们这些年轻人 都会在出院 所以就来做这个工作 然后后面来 就是说我们校长跟我们老公厨的这边 他的推电 他的推功 说因为我们这个農業 不能叫社团 要再用国专心 来配合我们社区大学的这边 来高年这些年轻人 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做人的工作 这边嘛 这边嘛 这边就说我真真欢迎 欢迎说我们政府有看到了 看到了我们老公已经 没有人带来做了 没有人带来接受了 社区在推电 那时候我们就很欢迎说 哦 现在这次下来 我们应该做产的后面 更有希望 更有人要跟他们接受 所以你有 真的越来越乐观的感觉 你进入自身 对啊 就是说我后面来 不是说跟这些年轻人 大家快快落落来 担借来挖 还有说我们吸收的農油 跟发行的东西比较少 我这几年来 越做越幸福 越做越身体越好 你自己有感觉越做越好 就是说七十八回来 你夭习能感觉 做产越做越做越好 对啊 这边就是说我们教杂失地 还有说改良我们的团结 我们继续下去无毒的 并说我们可以 放车卡下去了产 并说这部分 比我们的身体 就加上帮助 做产 咖大失地 身体越做越好 传达公这句话 比任何保健食品的广告 都更具有说服力 更吸引人 这届水稻班学员当中 年纪最轻的是 22岁的于戴荣 他是基隆人 就读宜兰大学农艺系 快毕业了 他为了学习食物经验 而报名这一期 梦想新农水稻班 一边当学生 一边种田的这段日子 对他而言有哪些收获呢 对于务农 会是他未来的人生选项吗 那你觉得 半年一起到周江学下来 心里的那个自信心 对于种田种水稻会有大概有几分的自信 就感觉还有很多还不会 大概五分左右吧 觉得就大概知道要做些什么 可是还有很多都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不会怕种田可能还有很多要学 你要是有机会你还是会想种田吗 会 这么肯定有你有田吗 没有 如果有地的话 就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找一些同学一起做 要先等当兵团再说 耕种的方式呢 也有点想法吗 还要再学一下 然后思考一下 但对于在这边学的完全是友善耕作 就不用农药不用化肥 都是人工手工的 包括晒米都是日晒米 这些如果真的要生活下来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会想尝试的是比较机械化的 或者是可能还是该用化肥或什么的 你会怎么想这件事 应该是会 机械化应该是一定有 然后就化肥那些应该就会比较少 就是尽量都不用 因为农药也 我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蛮麻烦的 然后 因为它要用好的话 要算它的量 那个是没有很难 可是它要注意那些防护那些的 不然就可能会造成伤害 不用农药是因为觉得那个很麻烦 这个论点也蛮好的 谢谢很高兴听到你学了这一期之后 22岁会觉得有机会还是真的想种田 我们假想一个情境 如果你和另一半说好了要一起种田 但是人生无常 后来只剩下你一人独自面对 这时候该怎么走下一步呢 有个人的答案是报名上各种务农课程 蔬菜班上完上水道班 把背上抛到脑后 他就是50岁的吴佩玲 三年前他和先生回宜兰帮父亲种田 虽然两个人都没有务农经验 但是佩玲有先生当依靠 就什么也不怕地展开他人生后半场的新生活 只是老天爷给他的考验来得太快了 去年先生意外去世 而佩玲回忆这短短一年 他人生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以前什么事都有先生帮我单子 现在什么都不会 然后一下子要接手 然后又不能说我不会 因为从小都是在农村长大的 怎么可能都不会 可是我是真的都不会 因为我是去年 第四届的梦想新农蔬菜班 才知道说原来社大也有水道班 很感谢社大跟劳工处举办这个课程 让我们不会的可以有一个机会学习 因为问别人是懂又非懂 好像是这样好像又好像有一点不是那样子 因为实际在做 实际下去操作 才知道说哪里是自己不懂的地方是在哪里 然后什么事都问老师老师都会回答的 就是很针对这个问题去帮你解答 所以现在有概念了 而且很特别的是你爸爸本来是惯性 他其实都还是有用农药用肥料这些 那你是选择上这个课是你也知道他是不用农药不用化肥 你也有什么样想法会尤其又是一个自己也真的要从头学的人 你怎么敢做这么大挑战 因为我先生在做的时候我常常听他在讲 他的不喜欢用农药那一方面 所以他去买了除草机 就是有一些做一些比较改变 他也是从小到大都在外地工作 当他实际去操作的时候 他也是觉得不喜欢农药 因为他在做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是很不喜欢做农的 所以他在跟我讲种田的事的时候 其实我是不太想要听的 我在想说反正我心里在想说 反正有你在管理随便你要怎么做 当我接触到说原来社会上已经有这么大的回响 说关心到有机有散这个区块的时候 而且长期吃到那个有农药方面的蔬菜 稻米之类的 长期吃到那个成分有那个以后会得阿滋寒 自己现在常常忘东忘西就会心里很害怕 所以我现在就是社大有一个菜园 我们那个蔬菜班学院目前三个有在那边种 那好像是我的开心菜园一样 我觉得从你笑容感觉到你心情是快乐 人是很开朗的 但又听到你说你的先生本来是要帮忙种田的 可是去年就走了 那样子的心情的转换 去年发生那么重大的事情 然后你很快的自己决定亲自来学习务农 然后走到今天 其实可能也就一两年时间 你这个心情能够让自己这样很快乐正向的 积极的走到这一步 是你怎么努力过来的 我一开始很不能接受 我一开始觉得他是身体好像有问题 因为我在上班 我说你不舒服你自己去看医生 我没想到他走得那么快 刚好有设大的那块菜园 我每天就是花很长的时间 整天抛在菜园里面 因为那段时间刚开始 在家里是一直掉眼泪的 不知道要怎么过 心里说还好有这块菜园 那时候每天想说种不同各式各样的菜 自己吃 从那时候开始我没买过什么菜 除了买鱼热什么蔬菜类我都自己种 种很多种 然后现在好像手有一点过劳了 我想要种少一点 因为我吃不了那么多 一直拿去跟朋友分享 我想我就觉得这样子也很累 所以我要敢配一点方式 所以感觉是土地给了你很多疗愈的机会 对 我觉得种菜很疗愈 因为不同各式各样的蔬菜 都有不同它的生长的样貌 所以你会觉得 我拿菜给人家的时候说 你都没有撒荣药 菜可以种这么漂亮 我说即使不撒荣药 我自己种的菜不好看 我也不想吃 真的 我就是喜欢吃漂亮的菜 真的 所以我虽然种的菜不撒荣药 我也希望它长得很漂亮很好看 这个追求很好 就不是说有鸡然后没有农药 就等要吃丑丑的不好看不好吃的菜 我都说从吃过的才表示说没有撒荣药 但是我觉得是 No 我不想吃那样子的菜 所以我会常常打预防针 我的预防针就是我种那个很辣很辣的辣椒 常常喷 常常喷 有时候换胡椒啊 胡椒水啊 就是 就是用那个植物性的 比如说茄子啊 用大红猪猪 我用自己做葵梧露啊 同学会教我 说用那个食用油嘛 然后再加 加一点 就是 就是洗碗筋啊 然后加一点小苏打 泡水 搬一搬 反正都是用 比较天然的方式 就是常常喷 常常喷 不要让它一直长虫 因为我觉得说虫太多 你也不知道这个虫有没有带菌 所以我不喜欢很多虫吃过的菜 所以你很勤劳 你为了要种自己也想吃 然后又好看的菜 你很勤劳在除虫就对了 对 所以我 奇怪 我只要一个人 又不用像以前要煮给老公吃 为什么我时间过得比以前还要忙 可是听得出来你很快乐 很充实 对 因为我很高兴 也很感谢社大有这个课程 让我其实从小长大 其实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 应该是要懂的东西 我竟然到现在才想要去认真去学 你好可爱 你笑容真的很可爱 而且啊 我来报名的时候啊 我那一天在等待面试的时候啊 我真的是心里在呐喊 真的是很想哭 突然啊 我的面前就出现一个外国女孩子 我本来很想哭的心情 眼睛一亮 奇怪 我是水大班耶 为什么 会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一起来跟我学这个 后来面试的时候 她又跟我是同一个梯子 后来她真的是我能量的来源 就是雪青 然后上课的时候 我看她很认真的样子 激发了我一些的那个动能 所以本来我心里在喊 很不愿意的那种呐喊 我被很多同学感动了 那今天结业 你把社大的蔬菜班水稻班 你都学完了耶 都可以让你认识了 要毕业了 水稻班毕业了 你的今天的心情是什么 很高兴 也很谢谢老师的教导 不会的地方 老师都很乐意告诉我们 真的 很感谢老师 也很感谢县政府 工厨和社大举办这个课程 让我们有心想学的同学 能够有一个学习的空间跟环境 你要不要谢谢自己一下 撑过来了 好吧 那就也很感谢 我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很棒 真的很棒 已经第五届的水稻班 越办越成功 有个重要的幕后工作人员 他是很年轻的专案秘书 邱敬慧 其实是个桃源人 但是因为来宜兰大学读书 毕业后就直接报名 当第一届水稻班的学员 而竟然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 后来每一届的专案秘书了 忙里忙外忙田也忙教室 白白是做秘书哦 秋静会休假跟一般的秘书不一样 通常听到秘书就是 飘飘飘飘飘穿着高跟鞋吹冷气 没有哦 然后你是会一起种田的秘书 对 我就是一直要在田里面 然后跟同学一直晒太阳 然后还要就是搞定三十几个学员的那种秘书 所以你的工作的主轴就是 每一年承接梦想新农 然后管理整个案子这样 对 包括联络讲师开会 然后课程执行 那你聊单纯就梦想新农 这个课程的设计好了 因为你自己竟然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那你现在一年一年的这样带下来 经手整个每一次来学习的人 从面试开始 然后整个种植的经过课程 你都全程又要参与一次 到现在第五年了 你应该赢过程阿公一些种田的技巧 我没有赢过程阿公 你知道我刚才第一年的时候 我其实台语不太会 所以阿公那时候有时候讲一些话 我是有一点疼没 所以那时候第一年都还在 就还在学习而已 但你说现在到第四年的 我觉得整个课程到现在 从第一年到第五年一直有在进步 进步点在于说 本来的课程是比较没有一个系统性的 他就只是说 这堂课教你比如说种菜 然后这堂课教你施肥 这堂课教你病从来管理 那现在是我们由同一个老师 从头到尾教导这一群学员 而不是很多个老师来教 那会比较没有系统 然后也会比较容易乱掉 以种菜或是种水道来说 那我们目前到现在都是 以实作课程为主的一个课程 还蛮有系统性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吸引蛮多想要来上课人 因为他们想要学的第一个是种植 然后第二个是理论嘛 那我们种植跟理论 然后还有加工跟行销通通都有 这样子的课程其实在整个台湾 还蛮特殊的一个课程 为什么你不再回去桃园 然后家人都在那边 可是你在宜兰一待就这么多年 从求学到现在又工作了五年 至少五年了 那在宜兰的生活 你觉得你是能够活下来 能够养活自己 或者是说你甚至于觉得 这其实是有前景的工作 有吗 我觉得会留在宜兰 就是完全是因为环境 完全是因为农业环境 说真的就是如果没有 设大这份工作 我觉得我也会留在宜兰 可能种田 或是在做一些别样 别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因为农业的环境 很吸引人 就是很开放 然后很多人 当然我还是希望 还是维持现在就是半农的一个状况 你的半X 那X是什么 AX目前就是设大 未来会希望是 我们想要做神龙教育的工作 那希望可以带团这样子 那爸爸妈妈有担心 你这种生活方式吗 爸爸妈妈哦 习惯了 就是一开始 当然也是希望我回桃园 他们都说 你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他们都说正常的工作 干嘛要这么累 因为我也会传一些 就是我在田里面的照片 或是上课的照片 给他们看 他们都说很热什么的 就是也不要一个女生 他们还会说 不要一个女生 在宜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把女生跟那什么正常的 这件事情都框在我的身上 有时候会觉得 但后来就会 那他们 他们也吃到我的米嘛 那他们就慢慢也就习惯了 然后也觉得 我的米很好吃 这样慢慢的 说服 给他们就是吃一点点米吃 给他们吃到开心 他们就比较放心我在宜兰工作 这样子 听起来你也是慢慢喂食父母亲 把他们喂得 喂得饱饱的 喂得开开心心 挂一点米汤的 对 然后他们就不要再逼你回去 而且你还是想要继续做食农教育这方面 对 为什么这么有兴趣这件事 因为希望可以带更多人进来农村 可以认识农村 因为农村是一件 其实还蛮好玩的一个地方 很多事情都可以玩 光米就玩不玩了 你可以做米粉米饼 什么长草啊 跟阿公学很多 长草 然后编草绳 然后手工粘米 然后就是很多 在田园面发生的事情是你在 学校或是在以前的境内面 没有学到的 然后可以希望一般的人 可以来到农村 玩这些好玩的事情 第一个是先带我妈 我妈就是那种白白的 白白的 然后很怕虫 然后又很怕晒 那种一般人 秋妈妈我们再召唤你咯 赶快来宜兰玩 赶快来宜兰 我不会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会带你去田地 谢谢这位可爱的秋秘书 参与完这场年度的节夜市 听了这么多参与者的心路历程 或许在你我的心里 对于梦想的追寻 也添加了不少勇气吧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 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要想用消费行动改变环境 有什么工具可以促成更多人参与 就蛮重要的了 有一款手机APP叫做 实在健康市集 这个石呢 就是食物的石 这是专为农产行销设计的 O2O智慧销售平台 在上头有各式各样的 优良农产和加工品 这是运用科技的力量 来支持小农 推广友善耕作文化 这个农产平台 可以提供给民众 更便利贴心的 小农产品购物体验 同时也给耕作者 小农们在销售通路上 无后顾之忧 我们都知道 种菜种田的辛苦 但是想想看 买菜的人 喂食者 饲养人 也很辛苦啊 要费心的去找天然的蔬果 吃进嘴里的食物 希望是对人 和对土地都友善的农场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想要买到对的东西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这个 实在健康世界APP 还蛮值得 小农和消费者进一步了解 而这工具 毕竟它是集合了 地方政府的相关资讯 还有农政府导单位 每和小农 跟通讯业者合作 让我们一般消费大众 可以兼顾食品安全和健康 而对小农而言 可以直接卖给消费者 还能够透过平台 呈现自己 更做背后的品牌故事 这对于行销 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进一步 认识这个工具 好不好用的话 记得可以安装APP 试试看 食物的食 实在健康市集 感谢你收听 今天的青农市集 OnAir节目 网络上你可以搜寻到 更多农村故事资料库 都听得见 只要记得关键字是 迷你之音 倒你的迷 我是大米 下个礼拜一 傍晚5点20分 通中见 Bye